心酸,天才叹花时隔178天重返赛场,出战仅960秒后又伤了最后一分钟落后12分,对于一场季前赛来说,比赛进行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,全场10个人,有9人都放弃了比赛,只有他还在拼命,他先是用背身单打帮球队追回2分,防守端又干扰了对手的投篮,抢到篮板球后,他迅速推进发动快攻, 但在突破上篮时扭伤了脚踝,只能一拳一拐地返回更衣室,而此时,比赛还剩18秒就将结束,一场热身赛而已,这位球员为何如此拼命,甚至拼到受伤,真的有必要吗?对别人来说,或许没必要,但对他来说,任何机会都需要把握住,因为他是加利尔·奥卡弗,2015年的天才榜眼,尽管奥卡弗只有23岁, 但他已经尝扁了酸甜苦辣,新秀赛季,他是场均能得到17加息的明日之星,然而仅仅一个赛季,他就沦为替补,又一个赛季,他甚至连饮水机球员都当不了,即便是被交易到篮网,依然无法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,整个赛季,他只出战28场,场均出战不足13分钟, 休赛期,奥卡弗备受冷落,只有提胡队愿意给他一份就业合同,需要说明的是,这份合同虽然是两年327万美元的比金,但首年只有5万美元是受保障的,第二年责为球队选项,也就是说,如果奥卡弗无法在新赛季,打出让提胡满意的表现, 那么在交易截止日前,他可能会在,自成为自由球员,157万美元的年薪,将只能领走5万,尽管败玉是全对最差的,但奥卡弗需要这样的机会,过去三个月,他将自己锁在健身房里,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,锻炼自己的身体,在训练营开始前,奥卡弗的身材已经非常健硕,能够感受到他的那种急迫, 急于证明自己的决心,了解这些之后,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继前赛还要如此拼命了,可惜的是,连上帝都不肯帮助这位命运多转的炭花狼,时隔178天,奥卡弗重新出现在NBA的赛场之上,他太想打球了,在1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,他七投四中,得到8分,七个篮板,一次助攻和两次盖帽, 相信提湖队的主帅金特里,一定能感受到奥卡弗的战斗欲望,如果再坚持18秒,他在提湖队的未来或许会一片光明 装队人 继续 逮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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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